小叶子 小马呆呆地看着他 泪如泉涌 还不快走 叶少阳大喝了一声 猛地推了他一把 向门外跃去 王平也立刻跟上 王平 叶少阳迟见大脚 如果你敢让小马死 我拼着千尸不当 也定然让你魂飞魄散 万劫不复 王平看了他一眼 钻进了小马的衣服里 小马狂奔着离开了 叶少阳立刻跟上 持剑守在门口 小叶云长叹了一声 望着叶少阳说道 叶少阳 这次放走了他们 你可惹下大麻烦了 成子走了过去 抓住小叶云的胳膊 无比紧张地说道 你去跟崔普娟求求情吗 不要为难老大了 小叶云苦笑 想说什么 看了几个鬼差说道 你们先下去复命吧 实话实说就行了 不要追赶王魂 直接下去吧 几个鬼差答应了一声 从窗外飞走 小叶云这才对成子说道 如果我不来 叶少阳私访王领 阴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还好说 他以前也不是没这么干过 不过现在顶到面子上 这麻烦就大了 搞不好还会落下 对抗阴私的罪名 成子这一听 惊慌失措地说道 那怎么办呢 用力摇晃着 萧云的胳膊 赌气说道 我不管 是你非要来的 你一定要想办法 要是老大有什么麻烦 我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说完 摸出他送的鬼派 扔在了他身上 萧云顿时急得是抓耳挠散 一味的哄他 答应下去之后 一定找崔府君说清 成子这才把鬼派收下 想回去吧 叶少阳看了一眼 棺材里的王平的尸首 以为保鲜 表情并不很僵硬 嘴上似乎带着一抹冷笑 坐车回到租住房 一路上叶少阳也没有作声 到家之后让大家各自回去 一个人来到了天台上 坐在边沿上 吹着冷风 瑞朗玉在一旁陪着他 两个人好久都没说话了 朗玉 你说我这么做 是对还是错 好半天 叶少阳才开口说道 瑞朗玉坐在他身边 打开了一罐啤酒 喝了一口 扔给他 看着他猛惯了一大口 说道 有时候对于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遵循你的内心 道之所在 随千万人勿亡矣 这不就是你坚守的道吗 叶少阳叹了口气 喃喃地说道 唉 可是我觉得好累 好难受 我他妈当的是兄弟 以心为他着想 他却用碎魂杖指着我 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 我能理解 瑞朗玉抓着他一只手 感到他的手在颤抖 小马总有一天 会明白谁对他是真的好 他只是为情所困 一时糊涂 瑞朗玉很难得的表现出善解 人意的一面 这件事还没完呢 瑞朗玉接着说道 让小马亲自去体会一下也好 这是他的劫难 人总要杜劫 才能重生的 叶少阳说道 我怕他还没有肚结 人就死了 如果这是他的命 那也没办法 身后传来了一声咳嗽 两人回头看去 是萧乙云和橙子 旁边还站着呱呱 橙子脸上带着一种羞泻和犹豫 有点不敢看叶少阳 什么事 叶少阳看他这表情 就知道一定有事 萧乙云干咳了两声说道 那个 我这次来人见 一是为了欺负游魂 二是 还有一个任务 说到这 看了橙子一眼 腼腆的笑了笑 对叶少阳说道 我已经求过崔府军大人 他老人家同意 让橙子去天子殿 做我的助手 还有瓜瓜 我不去 瓜瓜不屑已过 我知道你是拿我做甜头 好掩然耳末 让别人不知道你的用心 我不上当 不当电灯泡 萧乙云十分的尴尬 狠狠的瞪着瓜瓜一眼 叶少阳转头 朝着橙子看去 说道 你想去吗 橙子低着头 细声的说道 我听你的 叶少阳挠了挠头 苦笑道 哼 我这心情 怎么跟嫁女儿似的 故意叹了口气 对橙子说道 我这浴缸都给你买好了 你却要走了 橙子一听 急忙地摆一手说道 那我不去了 叶少阳哈哈一笑 逗你呢 你去吧 小青小白都在下面 还有七宝 你去了也不孤单 可以经常找他们 说完看着萧义云 如果有人欺负他 这个你不用操心 没有人敢欺负他 他要想欺负别人 我还要看着那人 够不够资格呢 别人我不担心 我是担心你欺负他 当下暗中作法 七星龙泉舰飞出剑桥 插入身后地面的裂缝中 叶少阳狠狠地瞪着他 我不跟你开玩笑 橙子我知道的 比较猛蠢 很容易闯祸 你要管着他 但不管他闯了什么祸 你都要担着 如果你敢对不起他 找这口箭说话 别怪我到时候 不把你当兄弟 跟橙子比 你永远都是外人 橙子听了这话 眼眶湿润起来 萧义云连起了笑容 冲他点了点头 行了 你们走吧 橙子走了上来 红着眼睛 扑进了叶少阳的怀里 好像出嫁的女儿一样 最后在叶少阳脸上亲了一口 叶少阳看着锐朗狠 又看着萧义云 两人都是一脸的黑线 老大 我走了 我去求崔府君赦免你 等我有空 一定会经常来看你的 橙子在他怀里趴了一会儿 依依不舍地离开 然后走到锐朗狱而边 跟他低声说了什么 锐朗狱撑了他一眼 两人都笑了起来 我走了 橙子走过去 摸了摸瓜瓜的脑袋 瓜瓜亮出了自己的轨道 学着叶少阳的样子 冲着萧义云说道 我跟你说呀妹夫 你要是敢欺负我妹妹 照这口刀说话 萧义云笑了笑 我知道了 大舅哥 立刻被橙子满脸通红地瞪了一眼 萧义云牵着橙子的手 直接迈过围栏 飞向了远处 又走了一个 叶少阳望着两人 神仙眷侣一般的背影 摇头微笑叹息 小青小白做了阴神 现在橙子也有了名分 这都是你培养出来的 是不是还有成就感呢 瑞朗鱼问道 我会觉得有点孤独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